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 诗篇一百一十二篇第一节 世人说 庆为耶和华 圣喜爱他命令的 这人便为有福 圣喜爱就是热爱 对神的命令 有极大的爱好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 主说 所以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愿我们都是爱慕主的话语 遵行他命令的聪明人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护卫你的天使 我们思想 护卫你的天使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 在新约圣经 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三节 和十四节 以及第二章的五到十六节 希伯来书一章十三十四节 二章五到十六节 请预备好你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 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从何而来 他在全地的夜和花而来 从何而来 把帮助从何而来 你的教要动 保护你的碧布达顿 碧布达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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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向上举步 向上举步 我的保护你的碧布 从河来 我保护 从叶和花 从他而来 西伯来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 以及第二章五到十六节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天使岂不都是福意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诗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将泥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扶在他的脚下 既叫万物都扶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扶他的 只是如今 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扶他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四位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事何宜的 因那世人成圣的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 都是出于一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 也不以为耻 说我要将你的名 传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颂养你 又说我要依赖他 又说看哪 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他并不救拔天使 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希伯来书一章十三十四节 第二章五到十六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马太福音十八章 我们看第十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 经文说到 你们要小心 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常见我天父的面 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你们要小心 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常见我天父的面 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护卫你的天使 天使围绕着你 在你年幼时 保护你的光明天使 仍然跟随着你 神亲自拆配他们 来服侍你 帮助你 你睡觉时 他们守望 你工作时 他们在你左右 不论你往哪里去 他们伴随着你 在危险中 他们保护你 遇到试探时 他们警戒你 你胜过试探 他们为你欢喜 你察觉不到天使的工作 也看不见他们 你不可向天使祷告 也不要寻求 与他们团契交往 只要生活在基督里 天使就自然会 在你左右保护你 他们做他们的工作 而你不察觉 也不需要你的请求 跟感谢 今天 你要认识清楚 你生活在一个 充满危险和罪恶的世界 但有天使 护卫你 如果没有了他们 你的生活 将大大的不同 那善良高贵的灵 围绕着你 他们关心你的福利 好处 他们正是你年幼时 护卫你的天使 主啊 请差遣 你护卫的天使 引领我今天的脚步 一路保护我 不予罪恶 忧伤与危险 远离罪恶 积极行善 常保自己 在主里的圣洁 最好的方法 就是常常亲近主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诗篇十六篇第八节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置摇动 旷野玛纳节目 有上帝的话语 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我将天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因你在我右边 我便不置动摇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书中 又永远的福乐 今天我们思想 护卫你的天使 这个题目 圣经称天使为 受造的灵 他们是神造人之前 就已经被造的 约伯纪三十八章 四到七节 经文说道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 只管说吧 你若晓得就说 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绳 拉在旗上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地的角石 是谁安放的 那时 陈兴一同歌唱 神的众子 也都欢呼 神创造物质世界时 天使已经在那了 天使是被造在 永恒的离界 是超越时间的存在 是灵界中 神的形象 因此 被称为 神的重子 他们对整个世界 如何运作 又很清楚地了解 撒末尔记下 十四章十七节 经文提到 婢女又想 我主我王的话 必安慰我 因为我主我王 能辨别是非 如同神的使者一样 我与耶和华 你的神 与你同在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三十六节 耶稣说 那日子 那时尘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 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换句话说 天使知道很多事情 他们绝对比我们知道 更多灵界的真相 神透过基督 所成就的救恩 这恩典的工作 如何在我们身上成就 神不断地向天使写明 他的智慧跟荣耀 天使就比过去更多知道 神的工作 以夫所述三章十节 保罗说 为要借着教会 是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现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 彼得则说 天使也愿意详细 查看这些事 就是神为人 预备救恩相关的事情 因为他并不救拔天使 只就拔 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此 天使不断查看 观察教会当中 发生的事情 也因为天使 在灵界详细查看这些事 哥伦罗前书十一章第十节 保罗说 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 有福全品的记号 因为有不守本位的天使 在神拯救计划的 关键时刻 天使的介入相当明显 基督的讲生 受死 埋葬和复活 他的升天 一直到再来 天使都参与在其中 神容许某些天使 故意的 不可挽回的堕落 在罪恶跟毁灭中 但神并没有放手不管 而对他们的行动作为 加以限制跟同管 被神分别出来 并且保守永远不会堕落的天使 叫做圣天使 他们做耶和华的使者 神兼顾他们 又随自己的美意 使用他们 施行他的权柄 怜悯跟公义 蒙简选的天使 这些圣天使 被创造做神的诸君 他们不会错过 神要他们服侍 他儿女们的任何指示 主差天使 关心保护 服侍 所有信他的人 这些蒙简选的天使 他们敬拜神 奉神差遣 为那将承受 救恩的人效力 他们奉神差遣 成全神的旨意 听从神的命令 如风如火一般的 做神的仆役 这些蒙简选 听从神的命令 成全他旨意 有大能 做他的诸君 做他的仆役 行他所喜悦的天使 数目有多少呢 《启特录五章十一节》提到 他们的数目 有千千万万 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解释 为何天使的树木 竟如此众多 这是神的奥秘 接着启示 我们才晓得 创世以前 天使背叛的情形 也知道世界上 有邪灵污鬼 但不用害怕 因为主已经把 赶鬼的权柄 赐给我们了 当我们认罪悔改 并归向基督的济温 天使为我们欢呼 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七节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 要这样为他欢喜 叫比为九十九个 不用悔改的义人 欢喜更大 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众天使里 有天使长 米加勒是其中一位 神抬起天使看顾 保护着他的选民 诗篇三二四篇第七节 世人说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 思维安盈 搭救他们 诗篇九十一篇 十到十二节 经文又说 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进 你的帐篷 因他要为你 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心的一切道路上 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 天使不仅为 蒙恩得救的人效力 更不断地 齐声颂赞神 欢呼他的圣洁 以及完全 诗篇一百四十八篇第二节 经文说 他的重视者 都要赞美他 他的诸君 都要赞美他 每一次天使显现 都是为了 使神的儿女 得到刚强跟安慰 主耶稣在旷野四十天 受撒旦试探的时候 与野兽同在一处 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当主耶稣 被卖的那一夜 他带着门徒 来到科西玛尼园祷告 在祷告的时候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四十三节记载 有位天使 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当犹大领着人 带着刀棒 来到科西玛尼园 捉拿耶稣时 彼得伸手拔出刀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 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 耶稣对彼得说 收刀入窍吧 凡动刀的 必死在刀下 然后说 你想 我不能求我父 现在为我差遣 十二银多天使来吗 耶稣要彼得想一想 不要那么冲动 我们晓得 神曾派一位天使出去 在亚述营中 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以后 彼得被西律捉拿 收在监里 交付斯班兵丁看守时 主差遣天使 搭救彼得出奸 若是他不起 我们就是连一根头发 都不至于损坏 讨犯的拉萨路死了 是被天使带去 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主不轻看讨犯的 也不轻看 我们中间的一个小子 借着神的启示 我们才晓得 有了自己跟天使的关系 如此密切 唯有等到 我们进入永恒之后 才会恍然大悟 明白自己 曾受过天使 多少的帮助 避免了多少次意外 主借由天使所做的 许多事 我们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许多巧合 是神借着天使 所给我们的护理跟指引 陶师牧师分享 年轻时 他就信了主 之后参加一间教会聚会 当时 他属灵的生命还很幼小 有一个主日早晨 他从睡梦中醒来 心情坏透了 于是他决定 今天我不去教会了 就想到郊外去走一走 他走在一片草地上 走着走着来到草地中间 他的脚无意间 踩着一本书 陶树牧师弯下腰来 把书本拾起来 一看 是一本 宝经风吹雨打 已经很破旧的 基督徒手册 里边还附有问题解答 他好奇把书打开来 很快看了几页 有关圣经的教导之后 就开始醒悟到 这个早晨 他李丹跟其他的基督徒 一块在教会做礼拜的 于是他转身回家 在回家路上他想 究竟是谁 把这本书放在草地上的 也许是别人无谓调的 但却偏偏被一个 失意沮丧 甚至不想去教会的 年轻信徒捡到 在深指引中 他正好成了 他当天所需要的提醒 我们不能确定 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 只能这样推论 但相信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绝对是周全的 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 耶稣说 你们要小心 不可侵害这小子里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使者 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天使为疲倦灰心 躺在罗腾树下 求死的伊利亚 送餐 拍他 说起来吃吧 天使的出现 很少在平凡的日子里 多在磨难的黑夜 神给圣徒独有的帮助 借由天使 在我们身上显出荣耀的作为 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你看不见天使 除非神开你的眼目 使你像 伊丽莎的仆人那样 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 围绕伊丽莎 否则 你不会看见 但有时神许可 别人看见 守护你的天使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华伦威斯比牧师说 我们应该欢喜快乐 因为我们并不孤单 与我们同在的 比反对我们的更多 在我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天使虽然跟我们关系密切 但是我们不能拜天使 也不能向他们祷告 美国知名的牧者 路卡杜说 你不用跟天使交谈 他们不会听你的 他们只听神的话 但可以求天父 派天使来保护你 帮助你 陶书牧师则强调 圣经上没有吩咐我们 要花时间跟天使交往 他只告诉我们 确实有天使 而且 他们忙于神的施工 神差遣使者 在狮子坑里 封住狮子的口 叫狮子不伤淡一礼 因为天使确实存在 让我们更有信心 顺服主 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难 相信主的保护 必不离开我们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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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起头 听起胸 向前走 顺服主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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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服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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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走 过高山 请要步 不要怕 要向前走 靠住恩殿 忘记背后奴隶面前 向前走 无论我到何处都能听到赞美歌 那幻阔宁愿送阳 高山军林也回响 那浩瀚重藏进 你心欢欢乐地闪耀 甚至笑笑话我也会歌唱 起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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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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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高山 请要步 不要怕 要向前走 到主恩殿 往前 忘记背后奴隶面前 向前 向前走 我那将要承受 救恩的人效力吗 人算什么 我们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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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天使 微小一点 天赋的面 主耶稣 证实 确有天使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何等感恩 我们知道 你记得天使 为我们所做的 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 你拆天使 救助我们 保守我们 你也借着天使 刑罚恶人 拦阻不敬畏你的人 说我们在承受 救恩的事上 蒙他的帮助 在承受救恩的路上 天使时刻都不缺席 天使如此顺服你 我们很惭愧 很多时候我们却不顺服 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展现 你在圣天使身上 所展现的王权 向我们甘心顺服 直到得着你所预备 到末世 要显现的救恩 就是我们身体得熟 与你同在荣耀里 与你一块审判天使 主啊 我们把一些荣耀都归给你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忠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得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戏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